南投县体育会竞技蝶杯委员会 日前举办新任主委上任仪式 在体育会理事长副议长潘依权的颁赠之下 由普里正明代表曾林席 接任竞技蝶杯委员会主委 总干事洪明慧表示 南投县竞技蝶杯的运动 这几年来都取得亮丽的成绩 尤其去年更是拿到了九岁级的世界纪录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赞许 也希望蝶杯运动在新任主委的带领之下 能够更加蓬勃发展 让南投县的竞技蝶杯项目 能够持续发光发亮 恭喜南投县体育会竞技蝶杯委员会 我们蝶杯会主席委员 我们曾林时曾代表来集中主席委员 非常恭喜我们小朋友 我们保留国师 我们陆平同学 你得到这个九会祖 打破了我们的亚洲金的世界纪录 感谢我们经济蝶杯 黄兴华总干事 一心一意支持这个经济蝶杯 在这两三年来 我们的经济蝶杯 从以前没有到这个时 很难得 我们的小朋友一直在得名 竞技蝶杯委员会主委曾林喜表示 竞技蝶杯运动在南投县来说 算是一项刚起步的运动 很荣幸能够接任竞技蝶杯的主委 他也会与各委员持续来推展这项运动 让竞技蝶杯运动能够更蓬勃发展 蝶杯目前是我们台湾 有时我们暴力都很祈祷 一个丹项的祭遇 很荣幸就 与我们未来四年的主委 希望这个努力 为我们定层再来 带动去蝶杯 目前每天来祈祷 我们暴力 有时我们暴力的蝶杯 在我们目前的生质 在台湾赛 在世间上 我们也有三十九岁主的世界纪录 希望有慢慢的 提供未来 从我们中议赛 蝶杯 向我们亚洲 一起未来的奥运 副议长叛一全表示 竞技蝶杯的运动 在近年来 普里多所学校的支持之下 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选手 也相信 在新任主委的带领之下 能够与地方有志之士 共同来推广这项运动 让竞技蝶杯的项目 也能够成为 南投县另外一个竞技运动的亮点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